其实我做医药有时候咱也不是特别懂这个汉服 我就想着做的稍微正规一点 查资料什么 可能是偶尔会忘了接孩子做饭 主持人我跟你说 有一次下大雨 孩子没办法自己跑回来了 回家进门就哭 他说给妈妈打了十几个电话 妈妈也不接 哎呦我心疼的 我就心得很难受 这孩子没你电话吗 这孩子为啥只有他妈的电话呀 平时是我接孩子多一点 那天你确实就是查资料嘛 我把时间给忘了 大午晚上嘛 孩子发起高烧来了 我就把孩子去医院了 这孩子闹闹闹闹不聊 这孩子一着讲妈妈 一着讲妈妈 你咋弄不了一当爹的 我那天也不是想着快到61呢 我想这是做一套汉服 然后正好61孩子放假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